说三国要分两种情况 一个是三国演义 另一个是三国制 有的人在正史上很厉害 但是在演义中却很失败 有的人在演义中很厉害 但是在正史上却很失败 其中就有两位三国名将 在正史上很厉害 但是在演义中却被秒成了渣 他们都是谁呢 这里是风云争霸 本期视频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这两位被演义低估的三国名将 驱义 驱义 祖籍青州平原郡人 本信居 西汉哀帝时期 就是那个有断秀之痞的皇帝执政时期 居士家族中的居坛为上书令 因受东平王刘云 护山历史谋反事件牵连 被削职为民 为避祸带着儿子居避避难皇中 居住西平 改居为区 到驱义时已有一百多年 因此 驱义祖籍平原 但其实就是个土生土长的西北边陲人 驱义从小爱好攻马骑射 长大后通领家族宗兵 长期与枪湖征战 战争经验非常丰富 黄金民变后 左将军黄辅松到梁州招兵 驱义率家族兵友一千多人应招 跟随黄辅松平定黄金余孽 在冀州 并州一带 与黄金军大战 屡立战功 深得黄辅松赏识 意外的是 黄金余孽平定后 驱义没有率兵返回西平 而是留守离养 做了冀州墓韩副的参将 董卓之乱后 因不满韩副阻扰袁统 而叛归袁绍 驱义归顺袁绍后 就在击破韩副 打败背叛袁绍的男匈奴 蝉鱼与俘虏的战争中 出路锋芒 立下战功 在随后决定 袁绍生死的戒桥之战中 大放异彩 不光击败了强大的公孙赞 还救了袁绍一命 当时 驱义和吕布手下的高顺 情况差不多 掌握着最精锐的特种部队 先登死士 但是不被主公信任 驱义的先登死士 人数不多 只有区区八百人 两边再配上数千张强弩 战无不胜 攻无不克 可以击败敌人的骑兵 面对公孙赞的白马 一从骑兵 驱义带领先登死士 在骑骑兵 距离己方 只有几十步的时候 一跃而起 英勇冲过去 出其不意 痛击公孙赞的军队 公孙赞的军队陷入混乱 伤亡惨重 然后 后来公孙赞组织残余骑兵 反冲锋 冲到袁绍面前 但是他们不认识袁绍 失去了干掉袁绍的机会 此时 驱义带领先登死士赶到 击退公孙赞的骑兵 救下袁绍 后来 驱义率领军队 多次大战公孙赞 多次击败公孙赞 并包围其一惊 此战多亏了驱义 袁绍才能倚弱胜强 才能死里逃生 按说 驱义是袁绍的救命恩人 袁绍应该好好报答他才是 可是在袁绍剿灭公孙赞后的第二年 他却将驱义斩了 理由是 自恃有功 骄纵不轨 蹊跷的是 驱义被斩时 袁绍军中还有个人神秘的失踪了 这个人就是汉氏宗亲 幽州木刘渝的儿子刘和 有人猜测 袁绍处决区域可能就和刘和有关 因为袁绍一直否认县地的合法性 总想找个人代替县地 先是找刘渝失败 接着将刘渝的儿子和刘和扣留军中 写信告诉曹操当有所力 暗示要立刘和 而刘和一直与区域带兵攻打公孙赞 二人并肩作战三年之久 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袁绍惊讶地发现 如果立刘和 区域会成为刘和的亲信大将和保护神 自己很有可能被边缘化 如果不立刘和 在区域的帮助下 刘和很有可能成为一方霸主 给自己独霸天下的事业 带来更大的麻烦 一番权衡之后 袁绍只能除掉区域 袁绍处决区域后 还分兵灭了区域的宗兵相拥 也可见他对西凉禁族的恐惧 区域一亡 袁绍军中再无可堪一用的大将 所谓的河北名将炎凉 文丑不堪一击 一出场就灰飞烟灭 因此 袁绍除掉区域 既是忘恩负义 也是自毁长城 关渡之战中 如果是区域为先锋 关羽还能冲过西凉禁族的刀盾金兵 一击而中吗 西凭区域递走西凉禁二百年 想趁汉末之乱 以武力返回中原 分得一杯羹 区域作为先行者 毁在了袁绍手上 区域之后 西凭区域的区眼 区光区英在曹操末年 魏文帝曹丕时期 魏明帝曹瑞初年 先后多次发动武装暴乱都被击败 后来魏明帝强行迁移西平区市 一支到京城郡 一支到东来黄县 算是回到了山东老家 信愿说区姓初东来 就是从这支人讲起的 而区姓真正的根 是在山东平原县 区域不光是袁绍军中低猛将 也是三国前期 数一数二的优秀将领 可惜去世的太早 没能展现出更多的风采 朱然 朱然是朱智养子 孙权的半读 也是孙权的亲信 在孙权掌权后 朱然受到重用 官职升迁得很快 从于瑶长 山英令 哲冲校尉 林川俊太守 一直升迁为偏将军 公元219年 朱然跟随大都督吕蒙 齐熙荆州 他和东吴另一个大将潘张 与邻居设下埋伏 堵截关羽 最后 马中将关羽申请 活捉并谋害 当时的孙权 千方百计地 要削弱蜀汉的势力 他预想 面对曹操的威胁 刘备不可能攻击东吴 关羽的谋害 导致蜀汉失去了上将 更加无力报复孙权了 这样 荆州则无忧意 但孙权低估了刘备 对关羽的感情 关羽被害后 刘备悲痛万分 蜀汉诸侯都力劝刘备 不要攻打东吴 可刘备宁愿毁掉自己的江山 也要为关羽 报仇血恨 这就完全超出了孙权的想象 孙权灭掉关羽 着实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他除掉了一个 在当时天下 有着显赫地位 和巨大影响力的将军 一个神一样的存在 他的这种行为 应该是不智之举 他完全可以把关羽软禁起来 干嘛非要处决他呢 他此举不是蠢 就是坏 其实 对于是否要除掉关羽 孙权也是举其不定的 可他手下的谋士们说 狼不能养 必为害 对于关羽的去世 史书上也有争议 至今尚为谜团 曹操都不敢除掉的人 结果被孙权灭了 只能说孙权的格局太小 后来吕蒙夺取荆州后 身患重病 临终前向孙权推荐了朱然 吕蒙认为 朱然胆手有余 可以担当众人 吕蒙病逝后 朱然代替吕蒙 驻守江陵 在宜林之战中 朱然和陆迅共同抗击刘备大军 相持一年之后 火烧刘备联军 取得大胜 此后 朱然成为吴国屈指可数的大将 南征北战 尤其是在江陵抵曹真 夏侯尚 张和魏国三位大将的进攻 长达六个月之久 明镇敌国 从此之后 魏国不敢随便攻打吴国 公元249年 朱然病重 孙权查不思犯不响 担忧朱然病情 并每日询问派去送药和食物的使者 然而 朱然还是病逝了 孙权悲痛万分 但是无弃可施 正史上的朱然 不愧为江表十二虎臣之一 许多大将都有他的影子 可以说他为吴国立下了巨大的功劳 然而 在演艺中 朱然却被赵云一枪秒灭 被秒成了渣 这是真的吗 三国演艺上说 三国刘备的蜀汉阵营 从关羽赦金州开始 便江河日下 蜀汉接连打败仗 损兵折将 士气低迷 领土也不断缩水 关羽去世后 刘备怒而发兵东吴 誓要为关羽报仇 结果却被陆逊打败 而此时 赵云正驻军在川中江州 听说东吴蜀汉正在交战 便领兵出营 以做侧应 忽见东南一带火光冲天 赵云远远地发现 主公刘备正遭围困 赵云打马冲了过去 陆逊一看是赵子龙来了 不敢应战 落荒而逃 而就在这时 赵云回兵 恰巧遇到 抑郁偷袭自己的朱燃 怒火中烧 只一个回合 便将朱燃挑于马下 吴兵溃散而去 刘备兵败逃往白地城后 不久便寒恨而亡 然而 直到1984年 朱燃的墓地被发掘 朱燃去世的原因 才真相大白 他并非倒在了赵云的枪下 而是病逝的 结语 正史上 区役是袁绍手下最厉害的大将 地位比河北上将炎梁 文丑两人高 战绩也比这两人好 但是由于他骄纵过度 被袁绍处决 正史上的朱燃 是孙权最为信任的 江表十二虎臣之一 还是吕蒙的接班人 他一生打了许多胜仗 威震敌国 然而 区役和朱燃 这两人在演艺中 却并不是那么杰出 都被赵云秒成了渣 这主要是因为 罗冠忠老先生 为了突出赵云的勇猛 因此 才将区役和朱燃两个名将 写得如此失败 三国演义中 非常喜欢描述 武将的个人战力 总会安排武将 阵前比拼 以此吸引观众的目光 在正史中 这种事情很少发生 但两军对阵 个人武力也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 如何判断战士的武力值呢 拥有哪些战斗力爆表的猛将 一 三国猛将的指标体系 谈三国正史中的猛将 就要屏蔽三国演义里的内容 主要以史为依据 并且还要建立一个指标体系 进行综合考量 否则三国猛将太多 那还不乱套 所以我们选定三个硬指标 和一个软指标 第一个硬指标是斩将记载 一位公认的猛将 若没有斩杀敌方猛将的记载 显然是不能服众的 第二个硬指标是战力记载 不同于三国演义 历史上的猛将是很少单挑的 想斩对方猛将 这难度系数太高 不过公认的猛将 必有其战力记载 也就是在一场或多场战斗中 该猛将的表现 给对方造成了怎样的伤害或震撼 第三个硬指标是各方的评价 猛将有名气了 自然就引发各种评价 尤其是来自于敌方的往往最真实 软指标就是三国演义了 毕竟三国和演义不分家 谈三国想完全划清历史和演义太难了 甚至可视为 演义是对三国历史的补充或发挥 因此必然要考虑到 该猛将在三国演义中的地位和影响 软指标的作用就是 在三个硬指标相差无几情况下 软指标如何就成了关键 所谓十全十美 十元猛将分为四党 第一党有两人 级别最高 第二党也是两人 第三和第四党都是三人 二 第一党中的两位猛将 三国第一猛将就是关羽 这个几乎无悬念 展颜梁是堪称神一般的战绩 以至于西字如今的三国志 对关羽展颜梁的过程 都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展现 完全能当一篇微型小说来看了 至于战力 堪称逆天的相反之战中 关羽以异己之力 就打得曹操小千都 为了对付关羽 曹魏和东吴的名将 几乎悉数出战 曹魏在正面硬顶 东吴在背后偷袭 再加上内部弥方投降 这才打败关羽 至于各方评价 一个万人敌 就甩其他三国盟将一条街 如禁书中提到 禁留侠美机贼 现奸吹风 寄方笔之关羽 张飞 还有奇书里说的 奇元力生权勇读出 识人以笔关羽 张飞 这就是关羽 真实的三国第一盟将 他的名号 在三四百年内 威力依然如此巨大 三国第二盟将 张辽 估计许多人 都会认为写错了 应该是张飞 因为严关羽 避随张飞 所谓飞雄壮雅 宇关羽 怎么成张辽了 但没办法 张飞的战绩太少了 几乎没被记载下来 反观张辽 虽无万人敌称号 却有两大神战绩 其一 合飞之战 大败孙权 下的孙权 从此患上了孔辽症 并有了一个 生子当如孙仲某 合飞十万 送人头的戏称 其二 北征乌丸时 展乌丸首领 踏顿 十载踏顿 又消武 意思就是说 踏顿不但是首领 还非常骁勇 却被张辽击败了 所以张辽堪称 专制大哥的三国猛将 而且这专制大哥的头衔 几乎不逊色万人敌张飞 因此张辽勉强压过张飞 进入第一档 三 第二档中的两位猛将 第一位是张飞 要怪就只能怪刘备 谁让创业初期的刘备 那么弱小 致使张飞许多战绩 没留下来 空有一个万人敌的称号 不过张飞的长板坡 单人立马 下退曹军 还是能拿得出手的 倘若张飞 也跟关羽一样 短暂跟过曹操 就凭张飞的勇猛 说不定也能留下一份神战戒 奈何一切都成假设 第二位为点围 他堪称三国怪兽级别的梦将 点围最害人的一战 就是著名的晚城之战 点围为了保护曹操逃跑 爆发出了惊人战烈 其中最经典的 是点围双斜两贼击杀制 用敌兵当武器 这画面是不是太震撼了 一位怪兽般的猛将 抡着两个人在战斗 然而伤疮重发 点围就此怒目大骂而终 就凭这一战 哪怕点围没有黄中般的斩将记载 却足以震撼三国历史了 也正是因为有了点围的怪兽般爆发 曹操才得意逃脱 否则三国历史就真该写了 因此点围入第二档 第一位是黄中 一个定军山斩下侯渊 就足以让黄中 入选三国十大猛将排行榜了 因为这是三国历史上 两大著名的斩将记载之一 倘若说关于斩炎梁不可复制 那么黄中斩夏侯渊 就更不可复制了 因为夏侯渊的级别 比炎梁要高 也就是说 黄中斩了夏侯渊之后 曹操和刘备的汉中之战 就成了定局 黄中凭一己之力 就决定了战役输赢 且实在 黄中除了斩夏侯渊外 还常先登陷阵 永逸冠三军 这同样是猛将的素质 故而黄中领衔第三党 第二位为徐楚 若无点为 徐楚则是怪兽级别的猛将 他能一手逆叶牛尾 行百鱼步 这实属害人 能拖着牛走百鱼步 也难怪典威之后 曹操选徐楚当保镖 三国历史上 虽无徐楚裸一战马超 却有徐楚瞠目夏马超的记载 同关之战时 曹操跟马超见面 本来马超想趁机袭击曹操 却一眼瞅见 曹操身后的有一猛人 正在瞪着他 马超就问 听说你身边有位虎猴很厉害 在哪 曹操说 我身后这位就是 结果马超被徐楚吓得不敢动 乃个霸 这就是三国演义中 徐楚裸一战马超的历史原型故事 第三位是 文秧 司马师废掉曹操后 冠秋剑和文青便决定起兵擒王 文秧是文青的儿子 他偷袭司马师的大营 恰好司马师患隐病 结果被吓得病母突出 涅背揭破 疼得咬着被子强忍 而更猛的还在后面 与萧綦十余催风陷阵 所向皆疲靡 遂隐去 诗史左长审 司马班率萧将八千亿而追之 央以匹马入树千骑中 折杀伤百余人 乃出如此者六七 追其莫敢逼 文秧带着十几人全身而退 司马师不干了 命手下大将带八千人追赶 务必找回面子来 文秧非但不逃 却反身迎敌 来回突击了这八千追兵六七次 这才悠哉犹哉地走了 而那八千追兵 早被吓得怀疑人生 瞪眼看着不敢追 此战过后没多久 司马师就眼疾加重而顾了 这几乎如传说般的故事 记载于资质通鉴之中 若非文秧是三国后期出现的盟将 在三国演义中知名度太低 也就是软指标太差 仅凭这一战几乎都能入第二档 五 第四档的三位盟将 第一位当属吕布 三国演义中 只要吕布一出现 必遭群殴 以至于本来以单挑为荣的三国演义 在吕布这里完全变了画风 成了群殴吕布是英雄 可惜 三国历史上的吕布 却不是这般开挂 他单挑过一次 郭四吕布乃独共对战 不以毛次重四 四后期遂前就四 四不遂各两罢 不过 吕布却率兵击败过曹操和刘备 所以真实的吕布 还有马超都是诸侯 不属于豆将或猛将范畴 可惜吕布和马超 都被三国演义拉低级别 齐齐变成猛将 由于吕布 在三国演义中名号太响 阮指标太牛 因此领衔第三档 第二位是前面提到的马超 前面谈许楚时说过 马超没有战过许楚 却在同关之战中 打得曹操哀叹马而不死 无死无葬身之地 可见马超也是一路诸侯 但软指标比不过吕布 所以屈尊吕布之后 事实上 马超的人品和才能 是被三国演义拔高得最多的 在正史中 其军事实力远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厉害 最后一位是曹仁 曹操的堂弟 关羽张飞是万人敌 张辽专制大哥 典为属于怪兽 而曹仁却被称为天人 在正史中 曹操麾下战斗力 最勇猛者就是曹仁 那是赤壁之战后 周瑜来返 曹仁只挑选了三百勇士 命大将牛津出战 却被无兵围困 曹仁健壮 带领数十名清兵就冲出了城门 冲入了敌人的包围圈 将牛津等人给救了出来 但还有一部分士兵 尚在包围圈中 于是曹仁又一次折了回去 救出了那些士兵 同时还消灭了数名敌军 逼迫敌军开始后退 吓得周瑜手下都撒鸭子就跑 待他归来时 大家都纷纷惊叹 将军真乃天人也 这才是真实的曹仁 猛将一枚 只可惜 由于软指标太弱 再加上被观宇宙的只能求援 因此位居最后 不知道大家对这十元猛将 有哪些不同的看法 欢迎各位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释 web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